好吃素的官方特别注意了 云林县调战是查获了这么一个黑心素食工厂 这嫌犯其实是以荤食来代替假的素食产品 然后卖出去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素食商品 其实都是一些羊肉啊花枝或者蟹肉来做成的 黑心素食每个月销往传统市场 一个月就可以进账50万元 远景破获了这座素食工厂 里头陈队货品证准备出货 不过这些素食通通都是荤的 这些食品明明都是荤的 却被业者以素食卖出去 素羊肉 素的花枝丸 还有素蟹味棒以及素的鱈鱼丸 90几种素食商品都是骗人的 经方表示因为素食商品得加工之后再销售 成本提高了不少 业者为了多赚点钱 以荤食替代 一个月就可以多赚50万 地鲜嫌犯在民国92年盖了这座素食工厂 他制作的黑心素食已经销出去了1800多顿 都销往全省各地的传统市场 全省有200万的素食人口 不知道有多少人吃了这些黑心的素食商品 嫌犯多次遭警方查气 但依旧重操就业 这一次年节前他还准备销货 及时被警方逮捕 中文新闻江戴景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